嘉义县布袋镇蔡信老船长昨天出海补下时,因身体不是尸绳坐在船阀上,附近渔民发现后向海巡署报案,将老船长平安救援送医救治。 驻守嘉义地区的海巡署嘉义案群总队表示,昨天中午接获渔民来电表示,一艘在巴掌溪外海作业渔阀,穿上蔡信老船长坐在船上一动也不动,经过渔船呼叫他也不回答,很可能是申病了请帮忙救援。 布袋安嫌索随及渔船主及附近作业渔船联系,但都无法顺利联系上,透过豪美里雷达及保安民众所称海域范围交叉比对船发航机后,终于确认该船缺卸位置在巴掌溪外海0.2里,通步协调第13海巡队,调派海巡艇,第二机动巡逻战出动救援车救生艇及当地友好渔民共同帮忙救援。 郝美里安嫌索市官长许国纯表示,他和同仁约三点搭乘另一采气渔民船直出港,发现老船长坐在渔发上,表情痛苦,因当时海巡艇受陷于水深,无法靠近救援,只能在外侧介护,约三点二十分,他们将在老船长安全接驳上船,老船长直言身体不舒服,他们立即将他在上岸送医救治。 布袋安检所长赖承辉表示,蔡信老船长每次出港补家前,都会问阿兵哥侠宝梅,海巡同仁也都认识老船长,都当成自己阿公。 长不舍老船长年纪这么大还要出海,因此当得知老船长发生状况,所内同仁都十分担心,索性老船长平安,目前住院休养。 八十岁老船长海上不是诗神,海巡出海救援,记者不明正翻社,分享。 八十岁老船长海上不是诗神,海巡艇救援送医,记者不明正翻社,分享。 八十岁老船长海上不是诗神,海巡艇救援送医,记者不明正翻社,分享。 八十岁老船长海上不是诗神,海巡艇救援送医,记者不明正翻社,分享。